來 張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哪些 只為命格的男人 會一心一意的對待另一半 是 來 找過來 我們來看看 問世間專情的男人在哪 就在這一張上面 專情的 一心一意對另一半 對不對 我們來看 夫妻公有什麼樣的 他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你家 你看 男人就會講這種話對不對 我要告訴你 麥哥快登出來 其實命盤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 只要碰到合的就會專情 碰到不合的想專情都難 你想想看碰到不合的 雞同鴨獎怎麼專情 有道理 對不對 所以命盤合不合才是重點 因此各位要看這三個專情 還要看什麼樣的女人適合她 她才會專情 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 天良心落入到了夫妻公 她會專情的對象是什麼 那就叫Soulmate 精神伴侶 因為對天良人他更在乎的是精神 我們常說精神洁癖 對不對 這個人是我的肢體認識我 我們常說 一求無價寶 難得有情郎 雙方互相瞭解 相知相惜重不重要 天良一旦碰到這樣的女人 她不疼惜她疼惜誰 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得去了解她內心要什麼 從精神上先開始 如果你一開始就跟她說 來 借一下 太過肉體 太過物欲 反而會把她嚇跑 好 再來呢 是 天璣星 去落入了夫妻公 天璣這顆星一旦落入夫妻公 她喜歡的對象 要比她稍微柔弱一點 所以她會覺得我來保護她 是 你看我們常說女生以前都要講 我見油蓮 盛美有沒有符合這四個字 沒有沒有 誰 我有 盛美哪有 有嗎 全 太聰明了 沒可能 對 所以你看我見油蓮 其實也就是說 我可以保護你 所以對天璣來講 一旦碰到這樣子的人 她會覺得疼惜 當然就會專情一心意義 一旦碰到恰伯比她還強 她能保護你 可是她說那我不要了 所以對她而言 比她稍微柔弱一點的 她就喜歡 好 那再來呢 是 以國書落入了 終於中了一個了 這是說十步的 你中有什麼意義呢 唉唷 唉唷 對不對 真是的 可是你看 紫維心去落入夫妻宮 男生為什麼要對她 一心一意而專情呢 這個老婆 這個女生 讓我驕傲 帶著出場 讓我有面子 對紫維而言 面子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講 門當戶對 如果今天你說 很多人說要嫁入豪門 可是八字太輕 你別嫁入豪門 為什麼 八字太輕你鎮不住 可是八字重一點 以前所謂的幫夫運 紫維就在講 哇這不只是什麼 我帶著出場還會幫我 那我不疼她 疼誰呢 所以我們剛剛講 命盤合這種 就是這個 老師那你這樣講 人世間是不是 百分之九十的命盤都不合 當年大家也就稀裡呼吸 也就這樣 就急著 所以嘛 大家不是多說 婚姻是愛情的什麼呢 墳墓嘛 對不對 不過沒有婚姻 那愛情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對不對